姑姑,我长大了,有些事情我自己可以做主了,你不要一直把我当小孩子,什么事情都管行吗?我谢谢这些年你对我的照顾,您的恩情我不会忘。 这不是小事,婚姻乃是大事,你竟然为了一个女人,房子和你姑我都不要了,是吗? 可是我真的爱她,她也爱我啊。我不想放弃这段感情,如果结婚两人不相爱,那还有什么意义?我相信我的感觉,这就是我的爱情。 我是你姑,也是你妈,人生大事必须听我的,我走过的路比你吃过的盐还是,你以后吃了亏后悔都晚了。 我早就找人打听过了,这个女孩玩得很疯,喜欢喝酒唱歌,没事还去打麻将,有时候她一天都泡在麻将馆,吃饭都顾不上,有这种不良嗜好的女人坚决不能要。 这个我知道,年轻人谁不爱玩,再说她也是偶尔打着玩,又没有上瘾,这一点我可以接受,再说你是我姑。 又不是我真的亲妈妈,你没资格管我,我现在成人了,以后的事情我自己可以做主了。 你说的这些话真是没良心呀,虽然你是我弟弟的孩子没错,但从你生下来就是我一直带着,因为在你出生一个月后,你亲妈跟你爸冒离婚跑了,就再也没回来。 我弟又是一个重感情的人,离婚后没几天他其实就有些后悔,白天干活,晚上就借酒消愁,由于第二天还未醒酒就去干活,结果他从高处摔下,人当场就没了。 从此之后,我是又当爹又当妈,为此我老公很不不满意,因为我在家里备孕一直没有正式工作,我们为了你三天两头的吵架,最后我很心和他离婚了,独自把你抚养长大。 你说我有资格当你妈吗? 姑妈,我知道你为了我付出了很多,和我姑父离婚后再也没有结婚,可是你结过婚,你也知道夫妻感情的重要性。 我们两个不是闹着玩,是真的真心相爱,甘愿为彼此付出一切,你就成全我吧。 我不是反对你结婚,我是看不上你结婚的对象,你现在因为爱情冲昏了头脑,但是我作为你的家长不能乱来啊,我一定要替你把好官,这样才能对得起我哥哥的在天之灵。 而且这些年带着你四处打工攒钱,好不容易买了一套两室的小房子,整年的我连衣服都舍不得买,肉也舍不得吃,家里好的东西全都留给你, 就是想让你过得好一些,而且我决定你结婚后,就把房子过户给你当作婚房。 如果你结婚的对象不靠谱,最后我怕这房子也保不住呀。 你说你这么懂事的孩子,怎么会在结婚的事情上犯了轴,反正我就是不同意这门婚事。 我和女朋友结婚不要你的房子,我们自己出去租房子,而且她也不要财力也不要求半酒席,非常的理解我的家境,所以这样的女孩现在错过了,以后不知道再去哪里找。 她的人品我不敢保证好不好,但是据我所知,她的家境比咱家还困难,所以为了你以后的生活,你必须慎重考虑,她的爸爸常年卧病在床,弟弟还在上大学。 她高中毕业后就出来打工养活家里,没学历没技术,如果你们俩人结婚,这么一家子岂不是把你拖累死? 而且前几天你们回家来吃饭的时候,我听到她弟弟一直给她打电话要钱花,以后你们结婚后,她的工资肯定都会支援了娘家。 家里的开销,全是你工作赚钱来维持,这是一家子吸血鬼啊,被这样的家庭被缠上,那可是后患无穷。 这是我自己认定的人,我不会轻易改变的,我为她花钱我愿意,也是我自己挣的,所以请你不要再干涉了,至于你把我养大了,以后我也会给你养老的,你就放心吧。 姑姑的苦口婆心,并没有让男孩回心转意,她仍旧坚定地站在女友一边。 姑姑这满肚子气,反倒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,可男人就是铁了心,除了这个女人谁都不娶。 就这样,他们搬出去住了,俩人租了房,还私自领了结婚证,连婚礼都没办。 可是这天又发生了意外的事情。 自从你搬出来之后,我这颗心就一直悬着,今天还是发生了,我的心现在就成一团,如果你真出了什么事,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。 我说你找了这个女人就很多麻烦事,我听说你摔着腿了,到底是怎么回事? 吴妈,我没事,我已经去过医院了,经过检查吴大碍,就是小腿有点骨折,需要静养一段时间,我就是昨天送外卖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,都是我大意了,过几天就没事了。 我们不是大富大贵之家,但是以你目前的工资暂时也足够用了,为什么你还要下班拼了命去送外卖呢?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? 我没啥事,就是我媳妇她母亲在一个月前查出来工井来,现在处于早期,医生让先吃药控制病情,后期再做手术清楚。 现在我这么拼命,就是为了赚钱给她治病,都是我太急于挣钱了。 我说什么来着,她家这没完没了的剥削,什么时候才是头?往后你们的花销,岂不是全要当在你身上?我不能再认这家人毫无底线的剥削。 你给我她妈妈的电话,我要给她通个电话,既然得了这种不治之症,为什么还要拖累孩子?最好不要浪费钱医治了,最后只能是人才两空。 这可不行,要是我媳妇知道了非要跟我离婚的,我可不想失去她,再说这都是我愿意拿的,你不要无理取闹了。 而且我媳妇的弟弟也给我打了欠条,说等她以后,这钱都要连本带信还给我的。 你就不要做春秋大梦了,离就离,正好能甩了这家累赘,反正也给你提供不了任何帮助和支持,不如借此机会离婚。 我不会离婚的,我媳妇现在怀孕了,而且别以为我不知道。 当初你害我爸妈离婚还不够,现在还要害我离婚,让我孩子刚出生就父母分离吗? 是的,当初我一直看不惯弟媳,认为他不懂事还懒惰,不负责任。 为此我没在你爸面前少说他的坏话,这也导致你爸爸对你妈的不满越来越多。 但是他们两个能离婚,肯定是自身的感情出现了破裂,不可能因为我的几句话就离婚呀。 你不要狡辩了,他俩离婚,就是因为你的火上浇油,我爸才一时冲动说出了离婚。 如果我爸妈没有离婚,我爸就不会喝醉酒,就不会死。 我最起码有爸爸妈妈,而不会寄人篱下。 所以你当初收养我,就是为了弥补你内心的不安。 你以为我小不计是吗?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。 看来我这么多年对你的付出,也没有在你心里的好,我也不知道今后该如何面对你了。 我一直以为你好的名义,对别人的私生活过多干涉。 可我忘了,人都是独立的个体,我这样的关心,对你人来说反而成了一种负担。 我想明白了,我离开你,我保证,对你今后的生活不再横加干涉。 我以后的养老也不用你管,我只希望你生活幸福,工作顺利,开心每一天。 可能是我管的太宽太极端,我才意识到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边界感,不要用自己的想法评价他人的生活。 成年人最大的善良,就是管好自己嘴。 你们觉得呢?